好 那这个方老师 我们看到了中国跟俄罗斯 买24架苏35的时候 中国的军事网站说 买苏35不代表说 对我们国产飞机没有信心 我们要知道亚洲最大的飞机风动 测试风动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还非常得意的是 我们的哈尔滨飞行 这个阿尔滨工业大学 是全亚洲最好的工业大学 能够造飞机的 我们有能力啊 可是有一个东西 中国就真的没有办法 发动机 为什么中国什么都可以做了 但这个发动机就是无能为力 而且你刚刚讲的 像我这个照片就是说垂直起降 那C-15是没有办法做垂直起降 这F-35 这个是F-35 F-35可以垂直起降 他只能做短长起降 那F-35可以做垂直起降 但是知道最早的垂直起降 是英国的HERIER 就是液犬式 它是Pexas飞马的引擎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 前面两个进气 后面两个弯下来 啪 排气 好 这是第一代 这个是最新的 所以这也是F-35 波音公司跟这个 这个卖道公司竞标失败 就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做好 它前面进气 你看 它前面进气 这里是蓝色的 蓝色代表冷的空气 这边一个头 吸 吸进去 然后把吸进去 后面先经过冷断 热断 然后红的出来排气 然后让飞机搬起来 同时这俩你看 它有个很特殊的设计 叫做Rolling Muscle 来调整它的稳定度 所以我刚刚讲的稳定度 它这个飞机稳定度很重要 所以调整稳定度 这个目前来讲 美国也是刚刚成功 但是还是很多问题 但至少它你看 它现在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很稳 所以它就可以在航空母机上 随时 对 好 刚刚我们讲过了 这个F-35 这个很明显 蓝色跟红色跟旋转的引擎 它的原理大概提了一下 然后这边我告诉大家 F-35它有两种不同的引擎 第一种是一般普通的 你看前面两边进气 后面引擎 喷射引擎 这个是传统的F-35 这就没有办法垂直起降 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我们台湾也有申请买F-35 台湾又买 很可能 但我们可能是买这种的 问题它卖不卖的问题了 我们想买垂直起降 对 它如果不卖的话 就卖给我们这种 那也不错 对 然后现在就是第二种 也就是我们垂直起降的 垂直起降的已经看得很明显 就刚刚前面那个 前面进气 然后后面这样过来 然后这两个调整 然后这个引擎往下 然后拿它垂直 那这两种 它推理看到没有 三万九千四百磅 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所以它可以卖很大的武器 如果你这个推力不够 对不起 你只有带小小的武器 而且航程这个都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推力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这个我们看 它这个F-135 它整个引擎的构造 它前面拖了个很大的风扇 就是一个风扇 然后透过这个 这个bearing 这个轴承 然后直接通到主引擎 这后面就是它的喷射引擎 然后后面两个滚转式的 来调整它的平衡 就跟我说飞机调整平衡一样 然后后面冷的 这个蓝色的代表冷断 什么叫冷断呢 就是在进气的空气 还没有经过燃烧式 叫做冷断 所以它的引擎设计 你看这个叶片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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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保洁 你看手上了 这个就是校尾 刚刚提供给我们的两个 这是F-J79 F-114的引擎 那这个里面看起来 很像是冷断的引擎 因为里面没有气控 没有那个孔 所以不用冷却 然后这个冷断过来以后 气经过这个地方 倒到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开始有火焰 开始引擎 它的燃烧式开始喷油了 喷油 油喷了以后 它就变成红色的 然后在后面 经过喷嘴 你看收缩段 扩张段 然后产生速度 然后后面排出去 这个就是我顺便就把这个 F-135这个引擎 大概构造在哪里 困难这一段热段 就是很困难的一段 将来有技术瓶颈 就卡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很难 好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 大概的一个 Munkup的一个图形 然后这个是 在巴黎航展的时候 这个引擎曾经展示过 F-135的引擎 表示说 我这个引擎 就给你欧洲看 就你也做不出来 所以它这个整个摆开来 你看整个 这是1比1 Full scale的引擎 给大家看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飞F-16的引擎 可以看到 几乎前面很类似 好 那为什么引擎有多难呢 为什么中国大陆 什么都会做了 就做不出这个引擎 另外我再讲一下 你看 这个喷射引擎 这叫Jed引擎 喷射引擎 那我们的像 波音77 这个叫TurboFight 导扇引擎 这个扇子比较大 为什么 它进很多的空气 省油 那这个战斗机 是战斗第一 它不是省油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小 好 那保健你刚刚说的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关键就在红色这一段 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它这个里面 有好几个轴层 就是轴层 就是像我脚搭车一样的 像Baron一个圆球 那个轴层 大概有四套到七套 这每个轴层 它是怎么做的 它轴层做好了以后 放在这边筛选 这个尺寸差不多的 放在一边 尺寸差不多的 放在这边 然后根据这个 做得好的跟做得坏的 然后看看 价钱一倍跟十倍之差 它是这样子筛选 它的平保的 好 然后这个轴层 是一个做不出来的东西 轴层 但是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国家产脚拉车 世界第一 我们脚拉车轴层 是自己做的 相当不简单 表示我们的科技 已经能够做轴层了 但是不是喷射引擎的 而是脚拉车的 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轴层 冷段有冷段 热段有热段 第一个就是它的关键 第二个就是这个叶片 你不要看这个叶片 保健你敲敲看 声音不一样 这里面有 镊跟钛在里面 镊跟钛 那根据镊跟钛 它的材料的不同的分布 来决定你材料 到底用在冷段 用在热段 对 方老师 你再强调说 材料是决定引擎 最关键的技术 那这个材料 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个材料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这个材料 现在除了美国以外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做得好呢 因为这个牵涉到 冶金的技术 什么叫冶金呢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材料 好比说 我镊30% 这个铁20% 什么东西百分之几 你要平均的百分比 配在里面 配出来 你才可以达到某个地方 让它在温度很强 硬力很强 压力很强的时候 还能够达成 它增加速度的效果 那富老师你讲说 中国在轴承上 在材料上面做不到 所以它发动机 就做不出来 不是做不到 绝对可以做 像它早期 这个米格15 从这个苏沃来了 对不对 米格15脚 100个零件 它找100个人 一人做一件 然后这做了 对不对 好 500个人 5个人做同一件 那是不是就 5个引擎 同样做出来 做出来 苏沃飞100个小时 它只能飞20个小时 差在哪里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 因为你很多东西 你可以从 你用立项工程 看到外形差不多 可是里面不知道 同样都是一个人 里面完全不同 好 那富老师 台湾 我们在做IDF的时候 原来我们是有能力 做发动机的 我们是有能力 把一个飞机 从无到有 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的 对 这个早期 因为老美 不卖给我们飞机 那我们F51 我们的F1 都是都老旧了 对 我们必须要满足 这个 因为台海的空优 非常重要 我们台海的空优 一直是占第一的 当然 我们先压着对方打的 对啊 所以说我们数量 也没有人家多 所以当然要有 优势的品质 优势的飞机 来做这个后盾 所以说 这个飞机 做出来以后 花了很大的时间 不但引擎的 不但的飞机 私以设计 这个火力 武装系统 自己设计 自动控制 自己设计 同时 我们的引擎 也自己设计 引擎真的是 自己设计的 自己设计 从头到尾都 从头做到尾 就是从一开始 就是系统工程 Mission Requirements 一连串 统统自己做 做完了以后 当然要制造 老美在卖给我们之前 他是不卖飞机 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先卖飞机 卖完了以后 然后先说 先说这个 协助你们做 对不对 因为他不卖给我们 但我们快要做出来了 好 F-16 一批卖给我们 所以说 当然话说回来 我们这个F-16 这个IDF跟F-16 这个基本上来讲 不错 这个现在看到 是吴康明 这个相当不错 他在IDF 在汉箱里面 现在目前也是 主任教官 教他们飞行员 也是飞过IDF的 首席试飞员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发动机里面 原则上设计 完全是制止 但是问题是说 也是 已经碰到材料的问题 那碰到材料的问题 没有办法 因为全世界 尤其在这个热断的地方 你要伸缩多少 你的误差要放多少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 有进气道 看到没有 你没有进气道 这个气阻往后走 进气道的多少 还有热胀冷缩的量 基本上都是很多 很复杂的问题 而且老美也是根据 几十年的历史 接五七 接七九 接八五 一连串的已经发展过来 好 那创下 你在清华学航太的 当时台湾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我听傅老师讲 跟听你讲 还知道说 台湾的航太基础 在亚洲居然数一数二 我们居然可以自己 我都以为说 IDF不怎么样 我们真的可以完全的自治 而那个神秘的计划 叫做云翰计划 保健一听到说 我学航太的 我就非常的感伤 我们就是身不逢时 没有办法跟上 傅老师他们那一辈 去学习 谁跟谁 他们那一辈 那样一个IDF 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说 政府不做了 政府所有航太计划都不做 当时那个云翰计划是什么 就是美国发动机 中共现在还剩最后一里 但是我们从 中共不会做发动机 对 中共还剩最后一里 就是发动机出来 但是我们那些老师有很多也参与了一些冷却计划 或什么 他们讲的是 我们只删 最后一公尺 我们那云翰计划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设计图 我们就从头到尾自己设计 自己弄 然后包含里面的各种的那种计算 怎么都出来 最后就插下 材料和冶金 如果再动手做下去 就成功了 但是那个结果停下来了 我们就像当时三十年前 我们启动飞机 中共也启动飞机 没想到我们就停下来了 李渭还不断是如此 最近美国最新最强的F22 还有那个维基百科里面讲的 法国的飙风战机 里面也是当初他们这些前辈 无心插流柳成衣 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卖给我们 我们飞机比较小 我们那个发动机的那个导管 必须要绕阁到 经过它的 那个起舵降的那个仓势 那那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说就要转个弯 那一个转弯不是那么容易的 里面的空气动力学 热传导学 航太动力学 全部要处理 就他们解决这问题 他们把它一弯了 觉得我们IDF可以飞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进气口这个设计呢 后面呢人家才知道 当时他们根本没有 隐形的概念 就没有想到 他发现说 这样子一弄一下 那个雷达里面 飞机变小了 竟然有隐形的功能了 所以没想到说 最后呢 无心插流柳成衣 三十年前 我们被放弃的东西 F22和法国最新的飙风 竟然他们现在的进气口 是超台湾的 学习台湾的IDF的进气口 就是当初他们这些前辈 在那个时候 设计出来的 一个概念 三十年前的台湾 比现在穷吧 三十年前的 整个台湾的人力物力 应该没有现在台湾好吧 可是三十年前的 台湾的志气 应该比现在要高上许多 那时候美国不卖飞弹 我们自己做飞弹 美国不卖我们飞机 我们做了IDF的飞机 虽然IDF的飞机 被很多人嘲笑 说I don't fly 可是我们看到了 原来我们的IDF 无心插流柳成衣 原来我们改变 因为原来的设计是F16的设计 我们不能按照F16的设计 我们要改设计 这个一改 竟然无意中 创造了一个 有隐形潜力的进气道 而这个隐形的进气道 变成了法国空军 美国F22的采用 可见呢 你看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的飞官 在复出生命的时候 明明知道我可以跳伞 可是我撑到最后一秒钟 我才说最后一秒钟 我要把所有的参数 都让后面的人知道以后 牺牲了我的性命 当时台湾的工程师 得说在大家都不看好的状况下 我们设计了飞机 可是这些东西 竟然都在李登辉的时代 全部都被放弃掉了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